尼加拉瓜片面宣布与台断交 还立即高调和大陆签署联合公报 这件事在美国政坛引起高度关注 不止白宫说话了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在推特上回应 尼加拉瓜最近亲恶亲中的行动 事情威胁就在美国家门口 同为共和党的霍利则说 美台合作才能对抗习近平威胁 重挫大陆建立印太帝国的梦想 就连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 香港流亡人士罗冠聪也为台湾发声 至于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参议院直学时发表立体台湾的言论 路透社更是连发两篇报道 台湾仅存的14个友邦中 洪都拉斯和巴拉圭都已经表态 会维持对台关系 表明承认一中原则的立场 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 尽管如此大陆央视还是花了三分钟时间 整理2016年至今 台湾的断交史作为反击 评论文就不懂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